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发现这个店铺的注册时间是2018,4,30,我在查了这家店的FB主页,知道它注册的时间是2018年5月1号,哇塞,你会发现这家店铺开店才一年时间,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成绩。 通过SimilarWeb,我们知道这家店每个月的访客Monthly Visits是63万,那我们再来估计一下每个访客会带来的销售额有多少。 这里可以使用平均订单价值和转化率来计算总体收入,假设他们的平均订单价值是30美元,因为他们的单价是27,5美元,再加上有一些增销和折扣手段。 所以平均订单价值达到30美元是很容易的,假设他们的转化率是5%,那每个月的销售额就是630万05美元,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比这个还要高,因为dropshipping的平均利润率是20%至25%,据此估计一下,他们的利润率大约是每月19万-25万美元。 实在是厉害呀,这家店叫做,看起来很普通,是不是不太像能创造七位数销售额的店铺? 这家店铺明显没有在追求美化的网站外观,而是集中在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没错,就是产品选择和广告测试。 这家店铺卖的最好的产品是姿态矫正器,类似于我们的贝贝家,他们的流量主要是来自于这一个产品的广告,且只有Facebook广告。 这个产品的广告是最多的,然后脚趾矫正带也有一些广告,但是没有姿态矫正器那么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姿态矫正器的产品页面。 产品页面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虽然他们没有品牌logo,但是产品展示图片上有男士和女士的试穿效果。 产品单价是27、45美元。 要知道,在速卖通上面同样的产品只卖389美元。 还包邮,所以这个产品的利润空间很大呀。 另外,这家店还给T量购买设置了不同单价,可以根据购买数量享受相应的单价优惠。 再来看一下产品描述。 这部分做得很好。 把产品优势、产品细节、退换货政策、物流等信息都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 产品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是突出产品性能,提升购买需求的一个环节。 这家店铺用三个图片做对比,突出良好仪态的重要性。 不良姿态一来不美观,二来影响健康。 如果使用这个姿态矫正器,就可以帮助顾客获得良好的仪态,减少身体的疼痛。 这对顾客是一个很好的说服证据。 尤其要夸一下他们对objection这一块的处理。 这在产品页面上是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也就是产品问答。 这一块做得好,可以消除顾客在购买钱的担心,促进销售。 同时还可以减少客服的工作。 比如顾客会有这样的顾虑。 这个姿态矫正器会不会让我的肌肉变松。 他们就有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复。 还解释了原因。 很有幸福力。 所以说在产品问答方面,要争取做到详细。 有幸福力。 切实解决顾客的疑惑。 另外还有满意保证书和退款规定。 Easy refunds。 这些都有助于提升顾客的信任度。 除此之外还有物流信息。 显示运输时间一般是9至13天。 这个运输时间对外国买家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加上订单跟踪查询,让运输过程变得透明。 对购买是很有好处的。 总之,这家店铺在产品描述上面做得很不错。 他们有详细的产品细节描述。 退货退款说明。 物流时间。 描述比较全面且对顾客很有好。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的销售策略。 他们整体的市场策略是什么样的。 这里我会用到FB广告监测工具。 AdSpy。 FB是FB广告的数据库。 它有海量日常更新的广告数据。 能通过关键字查找,粉丝页查找,EARL查找,以及落地页包含的EARL或关键字查找,Shutify店铺查找,Clickbank以及一些网盟查找等。